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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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近海的大地震 同样重创了辅导 今后会再做一期影片来回顾 2004年12月26日上午8点58分 印尼苏门达拉岛西岸的雅西深外海 发生瑞士规模9.3强烈大地震 科学家表示这起强震所释放的能量 降当于12000颗光道型原子弹 跟台湾的921地震相比 足足大上256倍之多 排名百年来全球第四大地震 而它也和置地大地震一样影响地球自转 造成苏门达拉岛移位了30公尺 强震发生后所引起的海啸 开始从正阳往外传至南亚各国 最高达10公尺的巨大海啸细卷南印度洋 是大吉日 它们在海边举行进化仪式 但是曼吉娜不提海滩 海峡突然来袭 将35名朝圣者卷到海里 然后再将它们的尸体保卫岸上 在观光森地普及岛 白色沙滩和碧蓝海水 在短短几秒内 从天上人间的度假仙境 变成难以释怀的梦业 还没来得及反应 巨量以铺天盖地而来 马来西亚西北海岸村落 本应该是欢天喜地的海滩婚礼 变成了人间惨剧 青年和四名亲友都遭到巨量吞噬 在前南细水的幼龄儿童 一转眼也没了中印 全球最低地国家马尔蒂夫 因为这场大海啸 更面临着国土消失的危机 马尔蒂夫由大约1200个珊瑚礁岛屿所构成 遭到海啸冲击之后 有20多个岛屿完全淹没 就连最大岛也是首都所在地的马绿岛 也有一半泡在水里 这些国秘书长安南跟胡域 各国永远援助南亚遭受海啸侵袭的灾区 他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浩劫 需要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回应 大海啸地夺走40多万条人命 国籍的损失最少在10亿美元以上 甚至可能再夺出数倍 全世界于是紧急投入救援行动 世界展望会在在后一个月内 就收到来自台湾共3亿多元捐款 中央民国红十字会也收到高达5亿9千万元 淘安投入的善行也使国际深受感动 美国的国家气象局海啸警报中心 虽然在数分钟内就测出了这阶段的地震 那也会造成南亚各国如此重大的灾情 主要是起因于没有预警系统的设置 使得当地领众没办法及时撤离所造成 科学家也着手地开始研究海啸的根源 这让海啸的波长十分长 从泰国横跃到非洲 媒体将这些原因归咎于一开始的苏门达达地震 但专家们很快杂到的问题 并非是那场八级地震所造成 而是震源在30公里以下 聚集出门达达150公里的断层 将地震前后的岛屿、卫星画面 冲合比对 分析巨大的逆断层线与岛屿画面 再加上海床活动量 确定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这个断层带达达1600公里 也难怪演习的海啸如此致命 透过模拟画面来还原当时 满快于海床的情形 发现当时的地震 导致超过1000公尺的下在海床断裂 导致山道居浪纹海岸清洗 反快分裂让数十亿吨的海水排开 能量转化成水柱的动能 后浪推的前浪将浪行堆高 最后化成带走数十万人性命的无形水墙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如今的现代科技 已经有了最新海啸的预警系统 地震发生时会发出一人串的警报 让系统去根据暗基验潮仪或DART浮表 来侦测海平边的高度变化 而国际上也有太平洋海啸的警报中心 来侦测台湾的海啸清洗可能性 区域上的预警系统 只有日本、中国与台湾三个国家来分担 但有一个例外 那样的海啸预警需要地震来当作Entergen 如果海底山崩没有地震 就等于没人按下Entergen 所以山崩型海啸又称之为沉没的海啸 目前也还在规划如何预警这种海啸 那本集落金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不如按下喜欢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好 好